这第二个问题是河南部分地区有传播本月念佛法门 这是台湾传去的 请老法师介绍该法门 由介绍居士想学此法门口服 没有好处 没有必要 本月法门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 在早年没有问题 会有成就 现在变直了 一些学这个法门盲从了 什么叫本月呢 专门执着第十八月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本月是四十八月 古人不错 有说过四十八月哪一院最重要呢 第十八月 十八月讲身念必胜 于是这些人就错误了 以为我们只要这一院就可以了 其他四十九院都可以不要了 那你就全错误了 那你就全错了 无量寿经 我这一次在此地讲是第十一遍的 过去讲过十遍的 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四十八月每一院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院 如果缺一院 他这一院就不圆满了 这个意思现在他们这些人不懂啊 院院都圆满还是其他的四十七院 《华言经》上讲的一几十度都几十一 一度不二啊 哪里有单独十八月 其他都不要 这样修行法能往生 我不相信 我也没听说过 所以老老实实 依照《无量寿经》去念 没错 不要听别人把自己的道心扰乱掉 这叫真可惜 这个法门 佛教导我们的 这是根本一页 是根本的依靠 净土三经 这个三经我讲解的时候跟大家介绍 《无量寿经》是金宗概论 讲的最详细最清楚 灭灭灭都介绍到了 光无量寿佛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 有理论上的补充 有方法上的补充 有境界上的补充 佛说 《阿弥陀经》这个补充 《阿弥陀经》是专门劝我们专修专宏的 在这个经里面 经文虽然不长 世尊四次劝勉我们 这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 苦口婆心劝导我们专修专宏 我们要懂得 要能体会得到 与三经相应的方法是正确的 与三经不相应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问题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明白 我们就不许 移民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那很快些